對 傀無 情感 自尊 意气 地位 不能流泪 脆弱的 非常多个灵魂 就是 那样 你觉得是怎样 它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它永远在背后 有一个 你想不到的那一部分 很多男性它 它 还是包括有时候是角色 有时候是身份 有时候是行为 通通都有很多特定的一些 一些 你说框框吧 已至最近我发觉在过去的五年左右吧 就常常听到很多 比如说比我差不多年龄的 或许再比我小一点的女生 都开始在那边抱怨吧 或许再发出一些 怎么说 一些 呼声 就是说很难找男朋友 或许很难结婚 因为发现有很多男生 其实很害怕去承担结婚这个责任 或许发现有很多男生 现在很不成熟 或许发现很多时候 没有办法跟男生沟通 好像大家讲话 虽然都讲国语 但是其实大家的那个音轨 跟那个语境是搭不上的 所以我觉得好像 男人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 或许这种生活的节奏 生活的模式 是不是也有太大的压力了 或许根本没有空间 给他们去了解自己 所以我觉得 好吧 那这四本书当中 好像以水浒 这一本 大家都认定了 它是个描写男性的 心态的 或许他们的一种情谊的 情怀的一本书 所以我觉得 既然它一方面 跟男性受到的压迫 包括是社会的 或许自我的 都那么直接的有关 所以我就先选了这个水浒 但是在这一方面 划算是决定的 我安过了 它是优秀 好 有点 解设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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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tis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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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我覺得台灣社會上所有的男人都太幸福了 不管是社會 不管是政治界 不管是各界 男人都很辛苦 所以我們就在舞台上呈現一個 又好像寫實 又好像夢幻的一個男人爭命苦的版本 我比較感興趣的一件事情 有時候就並不是說去 怎麼去處理本書 而是去處理一些看過這些書的人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有趣的一個過程就是說 我反而會先聽他們到底看完了書之後看到一些什麼 先讓他們出現這一個 對 就是剛剛那一塊 先出現這一個 然後到有一個片段之後 也許音樂進來也許怎麼樣 燈光轉換你就切到這一塊去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真正思考一下對於王耀慶的幫助是什麼 那立華看水武傳 因為他是個現代人 他是個男人 所以呢 其實他帶著的一些觀點會讓我同時可以有兩種收穫 一種呢就是在他眼中的水武傳 另外一種呢就是為什麼他會這樣看水武傳 那所以我開玩笑說他其實就是我的水武傳 因為從他的角度出發的話 我會看到一個非常有劇場經驗的有人生經驗的人 他活生生的在用水武傳作為他的一個窗口去看外面的世界 那我呢就是在那個人的後面去看他怎麼看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整個編劇的過程有一點點是可以說立華是我的主題 那我是通過這個編劇對於水武那個世界的一個情懷的寄託 或許是一種投射 然後重新來設計這個戲到底應該是怎麼樣 你來參加耳機群的演員請問你貴姓 我演的是一個英雄落魄的情況 而我們這個劇本講述也是一個英雄的主題 恩 謝謝你 你讓我印象深刻 謝謝導演 魯志森 宋江 因為水武他是一個那麼的以英雄跟你說榜樣吧 因為在中國的小說裡面 水武傳完全是一種就是說 108條好漢就是很多典型的男人的那個 role model 所以一講到 role model我就覺得說 什麼叫 role model 就是一個模範 那今天如果你說台灣有誰是 role model 那林懷銘就是個 role model 然後可能賴生川就是個 role model 很多不同的人 如果你一講到他是個 role model 那你當然就是希望非常專注的去看他 所以你會認為說 role model 不會突然之間十個八個一起來 不會做一段群戲 而是每個人把自己的理想 把自己的生平 把自己的價值觀 就一一的請訴給觀眾聽 所以我就突然之間覺得說 好吧 那既然我要做一個戲是有關 role model 的 那我要不要就讓這個戲 可以有一個形式 這個形式就是可以很直接的讓這些 role model 跟觀眾有一個眼睛對眼睛 鼻子對鼻子的對話 好 謝謝你 這一位來參加 audition 的演員 請問你貴姓 林 雙目林 名字呢 單名一個充子 那在劇場裡面如果最成立的一種做法 其實在我的經驗裡面就是 audition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指定題目的表演 那 audition呢還有一個雙重的一個意涵 就是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就是要在不同來征選的人身上 去找到某一種特質 哪一個人的特質最合適的話 哪一個人就當選 所以我覺得好像這個在舞台上的 audition 加上 role model 這個議題 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讓觀眾坐下來三分鐘 就可以進入水浮的世界了 在社會裡面其實男人當然有好多角色要去扮演 問題是如果你要放到水浮傳的這個議題裡面呢 那水浮傳它第二節缺真的是在講賊 然後講降陽大盜 但是又是英雄 然後裡面講很多兄弟的情誼 然後所有的女人都是當父 而且大部分被殺死 所以我就覺得說 像這種東西其實今天的黑色味電影 通通都還在延續這些情懷跟這些模式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 那些在網上的online game 就是那些RPG的東西 它其實也是重複又重複的 給你類似的角色 然後你選擇這些角色 然後你就可以通過去扮演他們 來滿足自己對這些角色的幻想 我覺得我演的是一個英雄落難的心情 而我們的劇本 講述的也是一個關於英雄的處境 所以我們就選了九段 有關剛才我講到的就是大哥啊 小弟啊 嫂嫂啊 弟妹啊 就是情欲的 權力的 角色扮演的一些片段 情境一 一個黑幫的小弟 帶著她的大嫂私奔 突然 在半路出了一場車禍 大嫂陷入昏迷 小弟把大嫂從車子裡面拖了出來 想找人求救卻無人回應 眼看大哥就要從後面追上來了 小弟 這個時候 該怎麼辦 槍給你 啥啦 真的要嗎 只要你對話的對象是他 那我們都看到 所以你不用轉過來 你不用轉過來 你不用轉過來 那角色扮演就是一個很類型的東西 基本上 我們演員就是把很 就很精準的把我們需要呈現的一些東西 直接搬到舞台上面 所以是需要一種很精準的技巧 然後包括是台詞或者是一些動作都是很 比如像我那一段呢就是比較傳統的一種 比較制式化的一種大哥小弟跟大嫂 小弟跟大嫂私奔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就是很像一些類型片或者是類型電影 或者是一般的電視劇會有這樣子的一種情節 然後我們把它就是以一種比較戲劇性的方式表演出來 所以對我來講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經驗 情境二 大哥知道小弟和嫂子有一腿後 大哥因為這種情意叫小弟殺大嫂 小弟殺不殺 在哪裡啊 你在高速公路上 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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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過 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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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台北走到台中 那是不是 是不是 那幾年 中秋節 那幾年我帶你去的那個小木屋 那是中秋節的那個小木屋 過不來啊 有三百萬 大嫂 你有聽到嗎 應該夠用 你大嫂 我一四人都 你大嫂 你大嫂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後面其實 那當然會講台語的 他們就會自己把它轉過來 因為我覺得好像那些 對啊 什麼夫妻天注定那些 我覺得是用台語寫的 但是比如說像他現在播這些天下地位 我覺得是用國語寫的 那是用國語寫的 所以很多 他其實比如說我們國語都會常 會用一些成語 可是那其實真的是成 國語的成語 所以他就講國語 但有時候啊 甚至他會比如說 他就會直接用 就是 比如說天誅地滅好了 他就會 他可能就會講 天誅地滅 這樣子 可能台語是不會這樣 可是台語可能 不一定會這樣講 對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是 因為電視的文化 所以開始影響那個語言本 但是你把這三百萬帶走 所謂的兄弟都會說 你沒有義氣 那你要我怎麼辦 那你自己嫌啊 看看你是要對不起你的愛情 還是要對不起你的兄弟 大嫂 你愛我嗎 來 那當初 其實我們在排的時候 我們並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他後來才說 我們有想 就是想要用那個key板這樣key上去 我覺得是有趣的 那對於觀眾來講 他會是一個雙 Double的 Double的 Double的看戲經驗 就是 我有影像 可是同時呢 我又可以在現場看 劇場的演出 那劇場的現場的演出 跟我key在畫面上面的差別在哪裡 那比如說key板那當然會是在比較半身或是特寫的部分 那個表情上面的細微 我覺得對於觀眾來講 他可能可以更 更知道說 這個導演他想要玩的是什麼東西 那有整體的畫面又是 又剛好放在旁邊 一魚雙吃吧 對我來講是這樣 就是他在 他是一種遊戲 然後於是呢 他玩遊戲 順便也讓觀眾 一起來參與 而不是只是看而已 情境三 小弟 忍不住和大嫂通姦 後來非常懊悔 殺了大嫂之後 小弟要求大哥殺了自己 大哥 殺 不 殺 我覺得說你 你如果用這句話把它帶到 所以電梯可以按暫停 變成兩個人的距離可以近一點 我不知道那個點會不會比較再可以 因為我們這兩段幾乎都是喜劇 所以拍了之後就 蠻好玩的 就跟朱老師啊 還有學校的這些學長 學妹 學姐 一起拍戲 是很有趣的經驗 三 二 大家一起來 大哥我又想到了 那個歌舞劇其實也是一個 蠻好玩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 我並不要求他們去演一個真的 因為 為什麼要在這裡有一個真的 那種東西 對我來講 反而就是那種比較 你看到他們就是有一點 那種大哥小弟 然後三個嫂子 就有點像那種硬臭的 那種地下歌舞團 那種地下歌舞團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因為 這是第一次 嘗試在舞台上跳舞 對 在這一次之前 其實我是完完全全沒有接觸過舞蹈的 所以 印象非常深刻 也非常好玩 對 就是用這樣的形式表演 對 跳舞困難嗎 很困難 你要克服身體跟心靈 對 著名的歌舞 可以 嘗試一下 一聲 好 我的天啊 。 最有喝的 我 超級的 也是 好 有 是 每一個 都 一 可是 你 都 每一個 都 有 有所有女人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太习惯 因为要换气 那时候才知道就是说那种 歌舞剧的演员在舞台上边唱边跳 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有女人都一样 所有女人 所有女人都一样 所有女人 所有女人都一样 所有女人都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九段的故事呢 每一段故事都有一个男人背后的故事 那我在这些男人当中 我是一个处于一个 好像在治疗他们 也好像在听他们讲述一些他们自己的故事 而我自己有一些问题 那可是呢我非常享受 他们每一个人所学习的每一个故事 那其实这就是有一种痛苦存在 却可以自由无尽出一个 不必复合理 也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事情 可以偷偷摸摸地跟随 跟随在那些亲身经历过那件事情的人的背后 到了第三段的时候呢 我的莲花山是一个RPG的一个角色扮演 那比较特别的是 其他八个演员的RPG都是跟另外两个演员做合作 做对手 只有我是一个人 演三个角色 然后呢 再回到自己跟导演对话 而那个导演还是我自己 所以我在那个那一段里面呢 一个人演了五个角色 那这个是导演对我的一个信任 一个鼓励 他觉得我可以做到 那我也希望我能够做得很好 其实 到了最后 我跟他没有什么争取 我又怎么能确定 我又怎么能确定 我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 我又怎么能确定 我又怎么能确定 我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 或者说 我原本 我原本跟他就是一样的 眼神时候很多那些东西对我来讲都是一种 斗志 所以那个持多心思是 对完全是这样的 设计的那个人我们看到了 但是那个无辜的人 比如说他会给一些情境 那有点像我们演出的 演出当中 比如说一个大哥 大哥小弟大嫂或弟妹这样子 三个或四个 然后我们刚开始演 大家就乱演啊 然后像圣剑有一段 那个就好像是演布袋戏那个东西 我们那时候就 就是发展 因为实在是 因为比如说他要两个人演三个三个角色 那怎么办呢 于是那时候我跟洪章就想出 那我们拿那个娃娃好了 于是我我就去车上拿两只史努比 一只穿红色衣服 一直穿蓝色衣服 然后红的就叫红姐 蓝的叫小蓝 蓝姐跟小红 那分别就是演大嫂跟弟妹这样子 那后来 没想到他就用 但有改一点方向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蛮有趣的 大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要再说了 你做过这种事情 叫我当大嫂怎么做人啊 杀了他 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在处理的吗 那你快点处理啊 身体脱下去的时候 竟然把我带他洗个澡 大哥 等会你一枪打电癌的时候 雪会攀得很远啊 那创交部要不要扑得多一点 我管我怎么办 Lita 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家挡大将啊 你等一下啊 我问一下啊 老公 你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安静 其实你现在是一个怎么说 你还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但是你整个设计 跟整个的那个 因为你让整件事情非常的入行 所以后面的这一段 整个排练其实 以一般的舞台剧来讲的话 它算是赶的 因为要集体创作的缘故 那整个我觉得整个过程很好玩 因为我们分了好几段 那就是五分钟一段就排了 你们三个人去排一段什么 剧本就给你们了 然后你们三个去排另外一段 所以我们在各自排的时候都不知道 不知道其他的干嘛 就不知道其他组在干嘛 那我们我们这个状况分了九组 然后有double的嘛 就是我们会double演演 double演演 然后我们去偷看别人拍啊 然后第一次看到大家一起呈现的时候 哇原来他们这样子搞啊 那么屌 然后看到别的主 哇他们这样子玩 然后就会激励我们自己组的 哎不行我们不能输 所以他变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一个竞争 然后变成最后弄出来的每一组 因为看过了之后就会修改 修改之后就会变成有连结 那那个连结就是一种相互的呼应 那就把整个戏串起来了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比较 因为别人在演我们就会看 嗯他怎么演 演的不好演的好什么的 就会这样子看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还蛮享受的 现在你也会觉得好像比较能联起来吧 因为我把所有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个预告我都拿走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看戏就会看得懂 应该 好像不用太解释 对因为其实里面都叫大哥了 就是这名字都已经都出来 对 然后这些片段呢 其实内容是不是很重要的 内容只是一个 对我来讲只是一个 手段 或许借口 真正重要的其实是通过 半年跟演员的表演 到底让我们看见男人很多时候 他常常重复又重复的丢进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价值的一种模式里面 或许包括是行为的 或许语言的模式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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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这些角色扮演的片段里面 看到导演 他刻意的把角色平面化 刻意的把角色 风格化 然后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 比如说有Key版的这种影像的 有像肥皂剧的 有像小剧场形式的 甚至有加了传统戏曲的模式 来讲一个黑道大哥 跟小弟 还有这个老婆 两个老婆的关系 呃 我想观众应该会看的 还蛮热的吧 因为都很荒谬 我们在排练场里面 大家就笑到烦掉 这样子 因为这整齣戏是在嘲讽 男性的英雄主义 那如果女生用很真实的方法 来演的话 那烘托不出来 这男性的嘲讽 所以我们女生的角色 不管是我或是银轩或是平成 都是用比较 呃 刻板化印象的方法去演他 我从来不知道 一个小弟 可以比他的大哥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 其实有很多表面上 好像很重复的东西 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提问 那个问题就是 男人到底怎么去衡量 什么叫大 什么叫小 然后这个可以从 非常的抽象的 或许是非常的物质的 不同的一个角度 来探讨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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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们在外面看的 我不好悔 嗯 我也不好悔 妹妹跟妹妹有lesbian 的戏 那其实 那一段其实很 把女性物化 把女生 有一点贬低她 但是其实 似乎是这个社会价值给我们的观念 但是其实放在这一段 这一段又表现出女性自觉想要逃跑 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一个不爱我的男人在一起 那我宁愿跟一个女的 她懂得照顾我 懂得体贴我 知道我需要什么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这种女人女药 我可以给你十个八个 你要我开枪杀你 不是叫我 陷我于不仁不义吗 像你大嫂这种女人 我就像吃粽子一样吃完就把A子丢掉 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你毕竟是我的好兄弟 你这样 你要不要考虑自杀呢 我们一辈子都是好兄弟 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好兄弟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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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我演这一段 导演 导演 导演你还在听我讲话吗 导演还有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我们重复那么多段 大同小异的戏剧情况 重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有时候重复这件事情 其实恰恰就是有趣在于 每次重复都不一样 所以我想我们在弄一些很重复的情节的时候 其实会更加凸显 其实每一段都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呢 是会让观众再多一次机会 然后去看看其实 到底为什么这些东西一直被 不光是在舞台上的重复 而是在被历史重复著 透过这一部戏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九种不同性格的男人 然后这九种不同性格的男人 都各有其优点 而同时也去各有其他的致命伤 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 因为这些致命伤 而让观众去更了解 男人在这个社会上 有时候所扮演的一个身份 他其实是在很多时候 他必须要去努力的去做好 努力的去装饰 努力的去迎合 也许社会所给他的一个 价值观之下的所有的一个形象 我先说我是怎么去把他们 集合在一起吧 第一个应该是 朱鸿章 我还记得那四个 大概是个冬天的下午 我们约了三点钟 在我住的那个饭店楼下的 那个会客的地方碰面 那我想大概聊个两个小时吧 结果聊到晚上十点钟 就谈到很多很多他对戏剧 跟史丹尼拉夫斯基的一些看法 听洪章在讲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觉得 好像你喝过一杯咖啡 然后一直都很记得 因为非常的浓烈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逃过一次 每一次砍人的时候 他总是抢第一个 就连我那时候 除了是进了警察局 也是他第一个 带着钱把我出来的 我怎么也想不到 这次出问题的截然是 好 在剧本书写的时候 要求必须唱一段歌 本来的那个设计 就是他会唱一首 很一般的那种 动力火车的那种歌 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说 他说我能不能选这个 那些话 因为在之前 阿常讲了一段独白 独白里面有提到花 所以他就选了那首歌 对 然后就跳了一首歌 在舞台上唱 然后唱歌对我来讲 可以自语 但没有办法与人 那我想这首歌是 这一次我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 的某一种 我们的一种默契 或许是我们建立的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互动吧 他们都老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他 幸运的是我 曾陪他们开放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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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啦像他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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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他還在看 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個演員 如果他能夠演出這個 非常想豪邁 但是其實他的情懷 又可能是比較細的 這也可以是一種 蠻有趣的矛盾 散落在天涯 阿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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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的時候 我在找其中一個男演員 然後我就想到他 然後我就問陳建琪 陳建琪剛好在我身邊 那個時候我們都在香港 做八百里夫人們 那馬上就打一個電話 然後打了那個電話之後呢 他就說他考慮一個週末 那個週末對我來講 是非常緊張的一個週末 因為好像發成績單 差不多 然後我想提出一個事情 在你開始之前 因為很難很清楚的交代得到 這個小學同學的那個身份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有問他 你有演過愛情嗎 他好像告訴我說沒有 那我就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當演人那麼久了 都沒有演過愛情戲 那所以跟立華在編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有些東西 其實可能是阿常以前比較少去演的 或許觀眾比較少見到的 就寫給他這樣子 那所以現在就有人肉的那一段 他瞪大的眼睛看著我 手腳不斷的掙扎 我把他的臉提到我的面前 對他說 我讓你爽 我讓你爽 讓你爽 這樣子夠爽嗎 我每天吃他一點點 我忘了我吃他吃了多久 他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因為殺人魔那段 他很長一段 我們拿到的時候 是兩頁半的劇本獨白這樣 那他前面的情緒比較低 我們開始跟那個Edward工作的時候 他只有幾個爆點 那希望說 就是這個殺人魔在陳述 他殺了很多人的那個過程的時候 都是用一種平靜昇華的 那Edward希望說這個角色是靠著殺人來 讓自己得到一種滿足跟昇華這樣子 還有就是在那個Party裡面那個 喝醉酒的對小白花講一段話 幸運的話 你會遇到像我這樣子一個愛花的人 走到你的身邊來 跟你講兩句話 我們就像一個不起眼的小白花 但是 他曾經存在過 那他有他的價值 然後我們就會 依照著這個方式 去投射我的角色 那後來立華又跟我講了一些別的詮釋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你的親人 或是你的愛人 或是你曾經失去過的人 那 在那一次之後 他跟我講完那個詮釋之後 陳建奇 我們的音樂設計 他又在一個 某一個點 放一個音樂 就催淚彈 然後每次念 因為本來是醉酒 醉酒就有一點那種裝風賣傻 比較那種 我看過什麼 就是喝醉 但是那個音樂一放就很催淚 就是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要走那個方向 但是他音樂一放就 我自己眼眶都濕了這樣 這一次對我來講 最特別的東西就是 會不會真是比較文藝的 一些部分是 我跟阿昌跟立華的一個 比較有趣的一個互動 我會告訴他們說 我曾經見到過像你這樣的一朵小白花 然後一修 他比較 整個人比較 那個氣質來講 比較文氣一點 然後他也比較修長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東西恰恰就是 我最初要找他 因為他並不粗獷 然後我想 通過這樣一個反差 來就是看看 水浮傳這樣一把尺 如果放在他的身上的話 到底會 量出一些什麼 新的一些 我覺得標準出來 就是 新一代的男人 新世代的男人 到底 跟那些所謂的英雄 的那個 差異在哪裡 紅龍還是這個 我不要 我要吃東西 我現在紅龍好痛 我不能吃 可是我還是要吃 所以我說你要不要 我的人生 應該是像那樣燦爛的 所以我不要再去領別人的死心水 我是飾演編號六號的角色無用 那他的角色設定是一個 在證券 證券市場打滾了大概 十幾年的一個職業的 獨徒這樣子 有人不斷地在吃貨 這一切的訊息都是在告訴我 我還是有機會的 現在我需要的就是 在1點25分 停止下單之前 給我拿一波強力的拉抬 那我覺得 英雄一直都是 很嚴肅的演員 所以這一次 用這種形式去讓他演喜劇 我覺得對他來講 也應該是 蠻新的經驗吧 algunos 光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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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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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大都 你在落 lazy is my life 活著的人才有煩惱啊 剪過 藏 剪冰 藏 砍刀 因为我们这次的戏的走向 基本上比较符合喜剧类的节奏 那即便是用京剧的方式去表现 然后导演也比较希望 能够用比较喜剧的节奏去表演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还特别有请了一个老师 除了教我们声段 然后念摆还有声音之外 那我们还做了一些稍微的调整 它不是这么传统 它可能有点改良式 然后是为了能够造成就是说一些 一般我们不是看到一般传统的喜剧的那种表演形式 那孝全呢 从第一次跟他聊天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因为孝全有一种自然 所以他就是会让你很舒服 所以他演什么角色 其实都不会让你觉得他很勉强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 已经有三个礼拜没有去了 在我们开始正式拍戏之前 其实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跟导演是在桌子上面工作 我们都是在聊天了解对方 因为导演工作方式他必须要了解演员 他才能为演员创造一个属于这个演员的角色 那这东西作为演员来讲 可能今天他不会觉得 但是我自己看过很多演员 我觉得 其实你要一个那么年轻的人 可以不用很刻意的去演 然后就有一些东西出来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只要我一没有理他一个人去冲浪 他就会气声后来问我 我比较重要 还是冲浪比较重要 什么叫做冲浪和他谁比较重要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并不太清楚 要怎么去诠释这段独白 那所以一开始我也就想说 好那我就自己试试看 试试试试试试试 试完之后 然后跟导演聊 那导演用了一个很 有点抽象 但是很明白的方式告诉我说 你已经有框框了 那你现在剩下着色 那你要我跟你一起着色 还是你要自己着色 还是你要我帮你着色 平常你看他非常的静态 其实他都在观察 然后他都在思考 那我觉得才22岁 刚刚几天前才过了 23岁生日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 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条件 你刚才这一个 你觉得你给自己 如果十分的话 你给自己一个 不知道我刚好情仓 我觉得 小莫是戏剧学校出来的 那我觉得小莫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演员 非常非常的认真 而且他会把设计的这个部分 当成是他很重要的功课 这个把表演当成自己很重要的功课 我觉得是跟台湾的演员工作之后 看到很多 也很多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在这边当导演 比较没有那么辛苦 未来东南亚贸易的发展 还有台湾对大陆的开放 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像是大陆运来的女人 你看得到他其实在舞台上 那个爆炸力是很强的 像戏里面有一段 就是他把那个大嫂的尸体 送回去给他的大哥 那那段戏其实他很重要 因为那段戏是靠他推的整段戏 那你看得到他的那个体能 跟他的那个就是神经 非常非常敏感 而且很多时候我发现 那段戏他跟洪章跟迎宣 每天都有在变 他还在长 大哥 大哥 大哥你饶了我 我白天晚上都陪你 像我跟艺华工作很多次 然后诠释的角度也一直在 一直在变一直在改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 就是从很多方向 从很多不同的方向去切入之后 然后一直到现在 就会有一个比较立体的方式 去传摸 我就诠释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小莫的眼 其实是非常organic 就是非常有机的 结果我被来巡视的警卫发现 他一路追着我打 一直打 我就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学校后门爬上围墙 往下一跳 那然后是张翰 张翰平常本人其实跟他演的角色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大家看到他好像非常粗犷的样子 然后又喝醉酒的那个样子 其实跟他平常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其实在试很多东西 那我跟张翰去过一些电视台的那些宣传的活动 上节目 然后我发现他在节目的时候非常敏感 而且只要他在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状况 他就会有很多东西会丢出来 而且他整个人会很亮 所以我有跟他说 其实在演醉酒这一段的时候 最重要一个事情就是 那个人其实是快乐的 其实我觉得酒跟愤怒这个东西是非常的 非常具有连接性 就是当你的生活当中的压抑 然后你的愤怒 当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 酒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桥梁 把这东西直接带出来 我想替大家省点电 所以我举起枪 一盏一盏地把他给关掉 他明显是受到很多的压抑 然后才需要这个酒精 帮助他去解除他的这些舒服 然后我希望他 一方面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物很可爱 很开心 但同时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他是孤独的 我觉得他们很好笑 我根本就不会痛 干嘛浪费体力呢 然后 然后王耀庆 我看到他我会想到很多我看过的一些很棒的喜剧演员 比如说像Robbie Williams 或许有时候我又看到他好像Friends里面的那些六人行里面那些演员 我只能说能让人开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那可能刚好节奏对了 可能刚好说出了大家没有说出的想法 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太沉重的包袱或议题 那在舞台上或是在私底下相处的时候 我们说出来了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呈现了 男人啊经常熬夜总是难命的 他们都喜欢看我裸体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 也没有 因为我们上台 我们中间有一段是自由发挥的一段 就是我跟李建成有一段双人舞蹈的一段 那每天我们就会在想说 可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就是跟其他演员甚至跟其他演员交流当中 都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那在里面互相寄荡出来一些火花跟创意 那我会突然问你说 其实有一个东西大家还蛮讨厌的 然后我就把刀举得很高 然后我说他在看这些是什么 他说那是什么 刀 我说 不是 我说怎么样 那个 钢 嗯 木头 铁 怎么样 然后呢 铁 然后呢 其实是高铁 然后他就说 不要 求你不要演这一段 冲刀断水流 刀掉了 一 二 四 宝刀的部分 完全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然后他们自己玩 然后被我看到 那我是很喜欢这样创作的一个 一个 我就是喜欢这样子 其实对我来讲很多时候 有足够的时间的话 我情愿花更多的时间 跟演员玩在一起 然后看了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然后我们再讨论 讨论之后 我们才在当中找剧本的材料 对我来讲 本来最好是这样的 这出戏我们也尽量给他拉出一个 不同的表演的一些程式吧 有悲的有喜的 你们怎么说话 我也爱你 我听到的这个答案 到底是真心话 还是我们必须用它来说服我自己 到底杀了你们哪一个 会让我更好我自己一点 呃 乙辰 乙辰也是非常 呃 用功的一个演员 而且他很喜欢问问题 整段做的 不是你们都站在上面 就是动不动 呃 你可以动啊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是一把刀 卖刀 然后说小刀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种 我觉得 呃 好像 呃 给他也算是一种挑战吧 对我来说那个独白 嗯 我觉得有一点难 好 他难并不难在于如何表演 而是这九个男人里面的独白里面 只有我的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我的部分呢 比较是在讲我的价值观 你们要知道那些死的最多 最早牺牲 全都是那些大好人啊 谁想跑到最前面 谁想当老大 谁就死得快了 因为他的身材比较小 所以这个小的 对小这件事情的一个 在戏里面当然只是个比喻 并不是说 真的是说那个size 其实是在讲 呃 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一种 呃 普遍的价值观 就是害怕 自己有责任 那为什么一把刀它不能大 它就是要小呢 让我来告诉你们 你想想看 你拿着一把大刀冲在最前面 谁看了不怕 你第一个就砍了 哦 好 就算没有砍到你 那天塌下来了 那还不是第一个压死最大的那个呢 还不如替自己准备 我希望做到的就是说 让这个角色的某一种潜在 也可以让观众同时看到 那然后就圣剑 这次合作下来 我觉得他可以演很多话剧 呃 我也希望下一次我在演什么话剧的话 我会找他 因为像他这次演的那个心理医师 我觉得呃 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跟他找到 这这这这个人物的讲话的一些节奏啊 或许心理状况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我会被那些故事吸引 那是因为 我在那面镜子里 看见了自己 呃 整出戏里面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状况 那我被他们被导演啊 叫莲花 导演 导演 导演不好意思 我可以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吗 我为什么要演这一段 他其实扮演那个角色叫莲花 因为有点就是说跟其他的男人不太一样 他是一个把主题带出来 然后又把主题整理的一个演员 所以他的自觉性是蛮强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其实要演的话 比其他演员在这个角度来讲 是多了一层含义 也多了一层的难度 对我而言 呃 像跟亦华这样的一个 一个导演工作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我之前也在一些现代剧场 做过一点事情 可是 没有遇到过像他这样的导演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过程 我用刺激来信任 因为 我从来没有做过吉星式的表演 可是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导演为了要 启发还有挖掘这个演员的潜能 所以他就让很多演员 临时做很多一些 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导演 我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不可能认同这剧中任何一个角色 我也没有办法把假设的状况 当作是真的 有人问我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明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让大家觉得好玩 那你自己觉得好玩吗 你还要再玩一次吗 你觉得这次你让哪些人觉得好玩 跟你愿意再回来玩一次吗 你怀疑吗 带有一种我自己很个人的一种 对我的生命或许对我深处的那个环境 或许那个社会的一种提问吧 那这种提问很多时候 也许会让大家觉得 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 我猜是因为我觉得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 他很自然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那这次水舞传没有例外 跟林依华导演合作 我觉得他是一个思考方式跟我很不一样的人 所以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可以欣赏到他很多的创意 创造力 甚至他去结构一个戏的手法 伊华导演 他本身就是对于人很注意的一个导演 那所以就是他特别的去重整了这几个演员 除了这九个男演员之外 还有另外三位女演员 一个整个一个特殊的一些那个个人特质 然后才会有这个戏 现在看到比较这么多样貌的一种呈现 他用很好玩的方式 就让演员很清楚马上知道 我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伊华他会让我们演员尝试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对自我的想象 还有对这个角色的想象很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是因为整个制作群 他涵盖了非常多领域的人才 他除了是一种经验的交流之外 我们可以在别人身上看到一些 不是我们自己常常接触到的一种表演方式 或者是一种生活形态 不管是对舞台也好 或是对人生的态度也好 或者是对于这个戏的一个态度来讲 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收获 然后我每天其实都是毛孔张开开的 去感受每一件事情 去跟每一个人学习 短短的一个月变成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这一次是这个拍戏 我觉得收获最大 然后拍戏过程很舒服 也在这个过程 更了解如何在一个故事的开始 要如何去对这个剧本做功课 如何做功课 对 这非常非常大的收获 这是我第一次上国家剧院 然后也是第一次跟很多以前 很想要一起合作的演员合作 所以这一次的经验对我来讲是 蛮有意义还蛮有纪念性的 这个旅程是一段相当美好的回忆 我应该都讲过了吧 女生 我叫林玉玲 然后我演的是贝蒂 就里面的三一体的 因为是不一样的年纪 不一样的心 然后不一样的长相 不一样的性格 然后所以 其实看到这九个男生 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是一件非常非常过瘾的事情 有时候会跟其他女生在下面 就说 就哪一个男生比较帅 什么什么的 那这些男生 他们对我 说来讲很棒的一点是 他们的即兴能力都很好 然后反应都很快 像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平常玩出来 然后导演看了就说好就用 那跟我以前受过的训练不太一样 本来以为会跟其他的男演员合作 譬如说阿长啊 或者是邀请啊 或者是圣剑啊什么的 然后可是因为整个顺序排列下来的关系 所以就是跟他们两个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还蛮有默契的 但是我下一次要跟别的演员合作 大家有听到没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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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 你们两个臭男人 你们男人对女人都是一样的 你们骗了我的感情 骗了我的身体 骗了我的钱 骗了我的一切 享受之后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任 你们当我是什么啊 吃碗的东西 没有人愿意洗碗是不是 呵呵呵呵 林祖妈咧 然后只是有时候站在旁边看的时候啊 会有一点小小的失落 对 因为嗯 我会觉得 怎么这个时候不是身为一个男生 对 然后想要跟他们在舞台上玩枪战啊或什么的 或者是也想要来一段独白啊 可以演一演 可是 嗯 我觉得艺华这出戏有趣的地方也是在于 女孩子可以有一种更跳出的角度来看 所以 嗯 我觉得这一次也很好玩 然后 我想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最大的感想就是 弄一个女生的戏来演演吧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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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女人都一样 好 所有女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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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了 太棒了 好 好了 我没说了 我没说了 她们 好 我没说了 好 我没说了 我没说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 太棒了